今天这顿饭可把奶奶高兴坏了 说是今天有十个朋友来蹭饭 于是我买了十条大鸡鱼 准备做个黄焖鱼 炒点新鲜的瘦肉 再炒个回锅肉 再整点青菜 就我这准备工作 不说安排的十分完美 也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 我这鱼刚下锅 就隐约听到热闹的声音了 走过 风风火火的 我人都还没看清楚 又把奶奶给围住了 大家这么欢乐又热情 我倒是说不上话了 这姐姐上来就说自己是个闲眼包 先是拉着奶奶拍照 又拉着我拍照 搞得我还怪不好意思呢 谢谢婆婆 奶奶倒是挺主动 挨个发小零食 把大家逗得开开心心的 大家就聊天的聊天 逗狗的逗狗 耗菜的耗菜 玩也玩了 事儿也没落下 看大家都很会照顾自己 我就放心了 毕竟我只是做饭很凶 话不太多 临时又添了几个朋友 怕我这菜不够吃 还带了好些凉菜 自带菜又自带酒 大家都是好朋友 人到齐了 开饭开饭 美女们一桌而玩得比较嗨 一群大老爷们 暗安静静地晒着太阳 吃着饭 眼瞅着他们嗨 好久没有这样热闹的氛围了 奶奶也看得可开心了 看着大家在这里放声欢笑 或许这就是回农村整小院的意义